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来自马来西亚的达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是世界时事都合一 第一节就讲一下这个烏板战狼 我们之前介绍过几个烏板战狼 就包括乌克兰的外交部副部长梅里利克 也就是前乌克兰驻德大使 当然现在他的计任者都差不多这样 估不到原来他们乌克兰驻英大使都一样 甚至更加狼胎 好像口气真的挺大效 这位大哥 这位大哥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 现在不是我们乌克兰要求你给我们入北约 应该是你们北约来求我们 北约应该黑球 他用黑球这个词 就说 北约应该黑球乌克兰加入你们才对 是不是跟你说 真是够大致 他就说北约东抗岛芬兰 令到乌克兰当然 亦都有机会是入的 不过这位 乌克兰驻英大使也是前外长 前外长普利斯泰科 他就说 自从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 起 局势已经发生很多变化了 北约最近的扩张意味着 你们再没有理由拒绝我们加入 有啊 因为你们战事未完 不想全面开拖 不想被你拖下水 没错 这位乌克兰驻英大使也说 现在应该是你们北约黑球我们乌克兰加入才对 因为北约的唯一目标 他说北约的唯一目标是跟俄罗斯作战 不是吧 你发望 北约现在就不想跟俄罗斯作战 起码排面上没人这么说 是的 而乌克兰拥有一支由百万 老兵组成的部队 拥有丰富的对俄作战经验 自从俄罗斯战争以后 北约亦是被乌克兰空前巨大的支持 包括培训了几万名的乌克兰士兵提供大量的军备 令到乌克兰现在慢慢 建立一支没有成员国资格的北约标准军队 其实这东西北约就不想听到 因为怕俄罗斯说你等于直接参战 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说这样不够 其实乌克兰这位驻英大使 他也继续重申 乌克兰需要来自北约的集体防御保障 他就说这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决定 乌克兰会满足加入北约的所有条件 停战都没解决到怎样加入 意味着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是迟早的事 所以你不如快点 你们应该要求我们 还要我们等吗 他也说 你们当中如果有个国家好像我们 有100万全副军备九经沙场的老兵 你们不用担心 军备裂人家给你的 沙场老兵是否代表作战能力很强又不见得 他也向北约喊说 北约唯一的目标就是和俄罗斯作战 不是他就是不想和俄罗斯作战 说多少次你才知道 他也说既然如此的话 如果北约想找一个懂得而且准备好的伙伴 知道怎样和俄罗斯对抗 那当然是我们乌克兰 你求我们乌克兰加入你们北约才对 才是对的 老闆 都是 我觉得 自大 自大 自从澳湖战争之后 扎列斯基亦多次表明要加入北约 到目前为止 其实 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件事情 在美国和其他 西方盟友阵营有严重的分歧 好像这位捷克总统 好心理捷克总统你不做北约 因为他以前北约的高官 他就接受 媒体访问时就说我完全支持 但是你现在是不是北约高官你做好你捷克总统 你发觉这个捷克总统 经常听到的新闻就是什么撑台 希望访问台湾 一是 就是撩士斗菲 他就说我完全支持乌克兰 但是 后来他也理智 我们必须在欧乌战争结束后才给他加入 另外 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 在过去的领导人的 访问当中就说一定给他加入 一定要给 不可以的 不让他们不碰 不过 几个大佬 发觉最早说不行 之后 德国 和美国佬都不就是美国说不行 现在还有一些争争 其实对比上来 乌克兰几乎 你知道去年5月 其实乌克兰就是想申请 但是 另外两个国家 瑞典和芬兰 瑞典是没有进入 但是芬兰已经进入了 芬兰已经进入了 4月4日就已经加入了 成为北约第31个 成员国 当然 这位 乌克兰驻英大使 也说情况变了 我认为 整体形势似乎潮注向 乌克兰有利的方向转变 我们现在讨论 加入 北约和欧盟 比和平时 更加容易得多 他也列举了例子 就说我们 满足到你的条件 比如 我们有民主的环境 还有 反腐败 之前的国家好像说 换污 工具是流入其他 犯罪团伙手上 之后 为什么有这样的事 因为有些官员流出来 亦都说 军费开支比例很高 但是你借回来 这些钱 都是全球的责任 当然 除了他说之外 扎连斯基亦都很老实 因为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藤伯格 他就刚刚去了乌克兰 斯托尔藤伯格 昨天 突访乌克兰 扎连斯基亦都当着面提醒 斯托尔藤伯格提醒用引号 迫他 是时候邀请 他记住 不是是时候允许 他用邀请 他说是时候邀请我们加入北约 他说的东西就给他 乌克兰驻英大使就好像没有那么大口气 但是都是不泰地 叫做 好声好气的 说真的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白面一个黑面 也像的 但是如果 扎连斯基 身为总统说得那么战狼 很失礼 是 斯托尔藤伯格 去了基辅 扎连斯基再次敦促不弱 批准乌克兰加入 就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 斯托尔藤伯格 就回应 将会在北约峰会上进行讨论 你这样松了口他觉得你可以 只是讨论而已 北约峰会在维尔楼斯 在立陶宛 等于乌克兰半个主场 讨论而已 当然这些人不是打球 跟主场有没有什么关系 议员仔的体量 其实也没什么真实力 除了出政治证据和把声之外 在联合记者会上 扎连斯基就说 北约是时候做出 邀请我们乌克兰加入 这个军事联盟的决定 你记住他说叫北约邀请 乌克兰想知道 究竟什么时候 才可以成为其中一员 邀请乌克兰加入这个联盟 政治决定没有任何障碍 他觉得没有任何障碍 现在 大多数北约国家的民众 和大多数乌克兰人都支持 我们加入北约 现在是时候作出 正确的决定 给你进入就正确了 有没有问过 欧义班 有没有问过匈牙领欧义班 一个已经是令到你走不掉 其实这次访问也是斯托尔腾巴格 自从去年2月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来首次访问 乌克兰出于安全原因 之前是完全没有公开的 扎尼斯基就说 我们将秘书长的这次访问 解读为一个迹象 即是逼他上战车 表明北约开始 是开启与乌克兰关系的新天章 即是他暗示 你来等于是支持我们加入 你真是麻烦 斯托尔腾巴格 他一次就被人敢打扰 就说 我们有着红心的壮志 亦都说 乌克兰希望 得到北约的安全保证 但是你未加入可能已经很不安全了 真心说 一些北约成员国 在向乌克兰提供军备方面行动次缓 自己已经敦促斯托尔腾巴格向他们施压 其实斯托尔巴格向他们施压也没什么用 其实他的思想也挺直接的 他就觉得你是秘书长 你就是大佬 逼他们 其实有没有发现 东欧人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这样 我压制他 帮我搞定他 是吗 这些是民主吗 请问 当然 会上斯托尔腾巴格 亦都是 向乌克兰处递了一些信息 他说了一句话 北约国街 最佳是北约成员国 认为 乌克兰未来在北约 你什么时候 如果去未来下个月你会大事 可以是未来几十年 亦都可以是命日 都是属于未来 也是无限解读 当然斯托尔巴格 乌克兰最终最终都会成为北约成员国 最到什么时候 最终到什么时候 没人知道 最低限度都 战事完了才说 没错 其实在昨天 这个乌克兰媒体也说 除了找斯托尔和巴格说话之外 乌克兰总统扎尼斯基也有同 荷兰首相雷特通话 扎尼斯基在官方的社交媒体 说 双方进一步讨论荷兰对 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 同时感谢荷兰首相 旅达 将炮尔坦克交付给乌克兰 另外丹麦和荷兰国防部 昨天也发表了联合声明 两个国家决定合力 购买并翻新14架 炮尔A4 坦克之后捐给乌克兰 不过 是明年年初才开始交付 应该就有牌等 当然 这些战狼式的口气 我发现 欧盟也是 比较 怕东欧国家 欧盟和北弱都比较怕东欧国家 是否大声就代表一切 是不是他们说 我大声不代表我没有礼貌 其实有时他们说话都很没礼貌 尤其是东欧国家的人 都听惯听熟了 我不是说全部东欧人 他们东欧国家的领导人 说清楚 你说 听惯听熟 他知道怎样可以拖到你 怎样可以撒你 那倒是 可能 福德来恩和斯托异彤伯格 就是一个欧盟和一个制北弱的 老头都知道 是这样 你们说 有得你说 难道 照单全收 全部听你说 还得了 福德来恩可能会 当然他逼连压力也不够胆 是 有成员国 顶着 是 是 起码匈牙利也有排队 好这个就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就是说澳洲 澳洲央行 真是大刀阔虎 澳洲央行 因为迫于 压力 将会成立独立董事会 就赋予他们设定利率的权力 打破 对高官 违命是从的 这个等级文化 其实这个东西我很久也说过 其实这些 高官制定利率 其实央行行长都很大 原来每天央行每天都有人示威 我以为只有我心中有缘份 想不到全澳洲人和我的总统一样 这个澳洲的 财长就宣布 会对央行进行63年以来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组 提议成立一个新的利率制定委员会 并且对他们文化进行 彻底的改革 在公布这些改革措施之前 澳洲央行去年 启动了一项40年来首次的评估 之前外界对于他们利率指导 其实他们是很生气 澳洲是不需要跟着美国加息的 因为澳洲的实力和其他地方是有点不同 我不是说特别强 因为国家的各样 其实每个国家 我觉得都是 是不应该什么都跟美国 对 你们大马 一直都是 没有什么 完全跟西方 大马 其实东南马国家是相对理智 其实就是为国家利益着想 你看看当时 敦马怎样顶住那些压力 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 全世界都吠他的 我看到以前的文件 西方报纸每天都说他 他顶不住 他顶不住 其实也有点像现在的马哈龙 你想想就算跌跌现在严任首相安华也顶不住 都是叫敦马一样一样 但是之后 这个敦马就是马来西亚前首相做的事 是得到全国的掌声 马来西亚也是 那次当中算不算是 在东南亚国家当中算是 保得比较好 保经济 比较快复苏 你看看泰国就麻烦了 是 泰国真的麻烦了 怨气大伤 而且是 金融风暴在那里开始 是没错 之前外界对于利率指导方面的处理方式 和不断上升的通胀反应迟钝有很大的批评 其实现在央行行长 诺威先生 其实2020年 曾经说过央行预计 在2024年之前不会加息 然后央行就从5月开始连续10个月加息 直到上个月才停 上个月其实他都害怕 再这样加下去 日日去示威 其实你以为他不害怕 利率其实就由一年内 由0.1% 升到3.6% 这样导致 几千人 不是吧 你这个行长说大话 几千人的抵押贷款 支付额急剧上升 几千人 几万人也不止吧 几十万 我看见有 几十万 过百万可能都有 我听到这些报纸 都不是这条数 令到 这个骆威先生 就要道歉了 这一项由 首次加息后 不断地有人抬抬 就算现在工党政府 都说你这样 是伤害到澳洲经济 其实很多经济学家说澳洲 是不需要这样加 都可以顶住 因为澳洲的结构 和其他国家不同 我们 是有几样东西 一 买抗 第二 其实 我们的 其他服务业都还可以 没错 天然气更加是 天然气澳洲是赚了大钱 当然美国赚得更多 我们由世界第一出口 变成世界第三 美国是做了头 你们看工党 亦都估计 澳洲央行在过去三十年 对澳洲的经济 实力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是 但是 当时澳洲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能力 亦都是 因为澳洲 在 金融风暴当中依然是经济增长 其实多谢是中国的 很多经济学家都知道 因为当时 中国大起基建 买了很多澳洲的矿产品 是顶住了 澳洲也创造了 西方国家 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周长 经济增长周期 当然 因为这样 令到 央行改革本来想做 想想 都不是 都捱得过 那就不要改了 但是 这次真的不行 这次民怨太大了 亦都是令到 很多人觉得 要改一改 现在 澳洲央行 的沟通和结构 对于很多人来说 澳洲央行是一种 对高级官员为名是从的等级文化 对于他们新冠的反应 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现在的 财长Tramas 就说 澳洲政府原则上是接受 评估报告的所有建议 包括分拆 央行董事会 允许专家小组制定货币政策 其实这个 都是 学其他国家 什么时候实行呢 明年7月 明年7月 如果 不过这么说 澳洲央行 难听点来说 都是 顶了个鸡头的 因为 你说完全全央行的错 又不是 但是他有没有问题 但是你已经是 大家都觉得是你错 有时候都是要出来顶一顶 当然 央行的行长 收到这份报告 他就反驳了 他就说 比如 有关当前董事会结构 怎样运作 他就发现 这些 你们那份报告 和我所知的现实 是不相符的 分析人士就说 他的言论表明了 这些提议 可能不会全面实施 因为他都懂得反弹 如果 澳洲央行不同意 你只能够强迫 他们做到 某个程度 因为他们都会 扬奉阴违 这个就是第二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又是说说 扎尼斯基 扎尼斯基 欧洲来说 就是他玩了 个个都害怕了 但是 他今次 就是要去拉丁美洲 终于向这个地区埋手 扎尼斯基 原来昨天就敦促在拉丁美洲的 这个 墨西哥 就是 要推动 乌克人的和平计划 你不要以为和平计划是 真是谈判 不是 他说 你们要 我们和平计划是什么呢 就是 要 将军备送去欧洲 让他们修理后送到基辅 就是 上次 上次美国官员 叫 在澳湖战争当中要保持中立 而且 他们左翼的总统 努比斯 或者诺佩斯 对于送军备到乌克兰一事 是不愿意的 墨西哥依然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他是有批评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而且联合国投资了 赞成 是 谴责俄罗斯的票 但是 扎列斯基就觉得不够 扎列斯基 自从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来首次向墨西哥国会发表 说他首先感谢 墨西哥支持联合国表决和人道援助 并且请墨西哥通过他的和平方案 展示墨西哥的领导力 当然 他的和平方案 呼吁 拉丁美洲国家推动和平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其实他们是赞成过这个 当然 虽然如此 但是努比士掌握的联邦政府 很搞笑 他 之后就发表了一份 声明 就 要和扎列斯基劃清界线 扎列斯基这场演讲 不是 他就说不是我们 政府请的 是两位国会的友好团 是两个国会的友好团体请他 不关我事 那就是割席 这个是 他们总统声明说 墨西哥乌克兰国会 友好小组会议 并不代表 众议院的立场 亦不代表政府 因为墨西哥和俄罗斯关系也不算很差 就凭你扎列斯基 可不可以叫得动 绝对不可以 因为其实 在拉丁美洲 中俄的实力是强点 还有扎列斯基向墨西哥演讲的时候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依然是访问 拉丁美洲包括巴西委内瑞拉 还有就是尼加拉瓜 还有就是古巴 所以呢 你向拉丁美洲国家 埋手很困难 美国都不行 是 美国就想 叫拉丁美洲国家 不要和台北断开关系 不要和台政府断开关系 都不行 是 何况是基爷 有点困难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